柳州 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网红旅游城市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 仍然保留着一份独特的韵味 今天 就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长廊 一起走进那保留着老城风貌的网红打卡地 曙光西街菜市场和青云菜市场 感受这里的市井气息和地道美食 曙光西街是一个街道菜市场 两行是老式私人柔房 这些建筑建在那柳州历史的变迁 同时也附入了这条街道独特的韵味 街道两行熙熙攘攘的人群 穿梭在各式美食和各种新鲜的食材餐位间 所以我们总是在这条街道里的 那架在铁碗上的蜜字烤猪 金灿灿的 那诱人的香味从远处扑鼻而来 仿佛在向你诉说着它的美味 这外交理论的蜜字烤猪 真让人垂颜欲低 更令人惊喜的是 这样一道美味的烤猪价格并不昂贵 仅需24元一斤 别犹豫了 赶紧买上半斤 好好的满足一下自己的味蕾吧 好好的 这是鸡鱼和虾 有个嫩姜好好 这里卖的姜包 这是什么橄榄呢 12块 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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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块 1块 1块 2块 2块 3块钱 这个奖号3块钱 叶子 药药 冰鱼 这是保留着以前的风貌 就是以前的那种风貌 网口打卡 来这里都是很多烧炉的 板鱼 煮好了 巨号的15块钱 15块 生的4块 买一点这个吃了 欣赏吃 买个半斤 给你吃看 好吃 要不好吃 不要 买东西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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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果很丰满 15块钱一斤 等于30块钱一公斤 蛮贵的 哈哈 哈哈 嗯 好吃 然后我们进来就到了网口打卡的地方 吃一条鱼 多游客 菜市场里面都是本地人 很难的 很难的 每次干谁 都买钱 往哪边走 往右边 往左边走 往右边 往右边 往左边走 清明菜市场 则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并以柳州小吃而闻名 这里的露水汤圆 螺蛳粉 填满了我对30多年前情景的回忆 现在这里成了网红打卡之地 游客来到这里 可以感受到柳州人对美食的独特追求 这些五彩缤纷漂亮的水晶饺和水晶虾饺 是地地道道的美食不容错过 它们闻细腻的口感和鲜美的味道 征服了无数人的味 水晶虾饺 那别那么馒饺 rios晶虾好 我还这样说 之前资厚nin菜市 我电影像对岂天 小青年青年的时候也带你来有 不得来 fittets 这边就是诺椒粉 刚刚硬碎 Tack 那时候你才刚刚会走路会讲话 这个地方的螺蛳粉特别好吃 很多那个鸭脚啊 就是油炸的那个鸭脚啊 蛋啊 雾竹啊 就是炸过的 特别好吃 最主要一点是鹿水汤圆 青银菜是鹿水汤圆的 鹿水汤圆就是青银 它特别爱吃 青银菜这种最出名的就是鹿水汤圆 鹿水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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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水汤圆的冬果有大多贩饭片 鹿水汤圆的这个料汤圆 鹿水汤圆的豆腐汤圆 豆腐汤圆的豆腐汤圆 咗今天我们也吃豆腐汤圆 里面放一些香菜还有辣椒酱啊 这个是开 Hooch 这个是不是很费 这个是螺蛳 我们是 интер酒-又好吃的 甜点 一口甜 Нам要来吧 2块 - 白钱 - ует- 鸡肉 - 鸡肉开胃三叉汁 - 茶香味道 两块五 - 五块钱一公斤 我们吃的螺丝 这螺丝 我们吃的螺丝 这个蛋糕大包的 三块吃一口 两块一斗 从青年菜市场出来了 走了一趟了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小时候吃的东西 我就是在有周深有多长 后来呢就到了桂林 做同事旅游行业 做了二十年 然后又到国外 终活到十年 光阴世界嘛 所以在这个青云菜市 还有那个曙光西街 菜市场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满满的回忆 满满的保留着以前的那个模样 当地人居住的房间那些楼房 和我小时候看到的都一样的 都没有改变 现在青云菜市成了一个保护 大卡的地 大多都是游客 有一点浓浓的方略气息在里面 出来这一点都不是和以前的一样 辣的东西 都是和以前 买丝的东西 这里都是那个柳州生产的 那个 衣车 电车 以前柳州日报 摄 都忘记了 还好增哦 这个 看沙猪粉 这里就是以前居下的这种柳房 这边的 还是以前的样子 Taxi 车多 人多 有粗 人多 有粗 小扑子 这个 大 甘蔗汁 玉米汁 以前是柳州的一个特点 进入这个 地下步行街了 这里一直保持 那种啊 小玩意啊 这个 现在还保留了 那种 帽子 帽子 这个 好快一点啊 是啊 那是 还是保留其他 这里面的柳子好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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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城地下 上面 这个 这个 有 凉 有 凉 手机 贴膜 手机贴膜 有 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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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地游客来柳州的必到之处 这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都市的繁华 感受柳州的独特魅力 好多摸个车 这里是奶茶街 这里是奶茶街 靠近五星 五星美食店 横柳州 横柳州 你想说什么 这个太厚了 一个粉 这个是奶茶 珍珠奶茶 这里有糕饼 这里有糕饼 叉烧粉没有蜜 嗯 我想吃沙烧粉 要 坐下来吃一碗柳州的米粉 要吃一碗柳州 没有蜜 有糕饼 叉烧粉 一碗柳州 就像这一碗柳州 这么多的一碗柳州 这样吃 有糕饼 有糕的叉烧米粉 有点脆脆的 它这个有点折腾脆的那种 烧肉吧 如果是多脆的 好 我认为是要吃鸡肉 要吃鸡肉 这个是鸡肉 一个好处 这种鸡肉 这个鸡肉 你这种鸡肉 这个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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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